怎么在家里边做出好吃的牛蛙 只要掌握以下几个窍门 这牛蛙怎么做 它怎么好吃 分了一个花丢牛蛙 把这个牛蛙的爪子咱们给它修掉 处理好的牛蛙直接切成大块 剁好块的牛蛙进行一个简单的腌制 胡椒粉 黄酒 生抽 抓匀 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我们要分两次使用 静止上5到10分钟 接下来调一个酱汁 白糖 一勺尖 胡椒粉 甜面酱 蚝油 黄酒 清水 一勺的生抽 花椒油 两勺 来上一点味粉 汁我们就调好了 花椒和麻椒 1比1的比例 调起好的花椒 辣椒沥上水 开火 加油 油稍微宽一点 今天我做这种饭 我这是一个炸的方式 您下锅之前您再少来上这么一点干净粉 那我们腌牛蛙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加盐呢 如果加盐的话 这个牛蛙下锅之后 这个盐它会将牛蛙的这种蛋白质破坏 会影响它的口感 油温大概给它控制在五成热 油温够了 直接下入牛蛙 一定要充分的把牛蛙炸透 好 第一次炸至定型就可以捞出来 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 这个牛蛙我们要分三次炸至 这个火力一定要保持一个旺火的状态 继续升温 炒 下锅 把这个花椒 辣椒一起下来 捞出来 锅里边咱留点底油 姜蒜 洋葱以及小米椒二斤条的鲜辣椒 下锅 把它充分的爆香 再补充一次花椒油 辣椒和这个姜蒜的味道爆出来之后 直接下入咱们炸好的牛蛙 调好的这个碗汁顺着锅边 把这盘子淋 快速翻炒 千万别忘了这极香的葱 提火 关火 装盆 稍来一点白芝麻 咱这个不一样的花椒牛蛙 赶紧尝尝吧 嗯 天亮 大芝麻 无人 祂 交 万 救 松 明